红娘带着翟大姐 特意从长春赶到了白城 期待一下今天的相亲 会有个好结果吧 这老头 这老头在后头 好像挺老 还有人 来来来 先在这做个自我介绍 这是刘凤林 刘大哥 这是翟玉华 你好 胖的 稍微胖的 身材 怎么说呢 反正要是跟我 这玩意就怕比 就跟我家那个比 还是不行 你要是不比吧 要是你讲话 这个年龄段了 基本上都这样 大哥身体挺好 我身体挺好 啥也没有 这个我这 进几里才都看着了 我在外面吵 这玩意好好的 我可不猫 我从来没摆毛鬼 没进门的时候 翟大姐看着刘大哥的背影 就觉得有点老 见到本人后 还是觉得跟之前的老伴比 外表上差了那么点意思 同样注重外表的刘大哥 见到翟大姐后 也是一点面子都没给 不是 你咋不够 打扮打扮呢 我还少打扮呢 我觉得我还行 我就看你穿着这些 打扮不起来的了 你看电视的那种 戏袍乱七袍当衣裳 我知道那下叔叔了 他不想尿水灯尿裤的 我说啥让他水灯尿裤的 他说了 你们那车这样 就是水灯尿裤的 然后今天来你站着爷 然后今天我今天爷 来你转过来 你也穿了一个这个裤 跟那一样 也是水灯尿裤的 这裤都细毛啊 大哥你就不明白了 说啥叫 我就是你们啥叫水灯尿裤的 说你要这么说 我从来都不穿老太太衣裤 你看老太太就穿大双 我从来都不穿 那我没回忆你要求啊 那我直接不服 我觉得我打扮的 我穿的吧 我的裙子一千多块钱的 八千百的 你问他啥一件 啥一件 他要是不行 那我就走了 对于刘大哥刚见面 就对自己的穿着 提出的质疑 宅大姐心里 那是一百个不服气 再加上本身 对刘大哥的演员 就差了那么一点 宅大姐心里 已经对今天的相亲结果 有了答案 那么刘大哥的心里 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不想了解 这么干脆 对 阿姨会过日子 然后本分人 我啥也不看 啥也不看 不听我说的阿姨低优点呢 不想看 也许我都没想中 我还提优点 没用用 演员不到位 我就不提那个了 说都这个岁数 这个岁数我才干好的 颜值好喽 对你天天在这个躺着我天天做饭我都干 我就是这个性格 我就是这个性格 就这么实 对 就是看颜值 对 颜值就是不行 对 我就也不想聊 对 也不想了解 对 就这么干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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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可爱的说 做朋友 做个朋友 普通朋友 行 对 是这个大姐吗 对 对 对 就她呀 你像中她了 她是白城的吗 白城的呀 对 白城也是那个逃北区的 对 你像中她了 你像中她啥了 哪方面都行 起行各方面的 哪方面都行 要求着头发 必须力竞着 扣线还得有扣线 腰带还得在外边扎 就是留在电视看